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在学佛修行中能否获得受用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事 本节目将分享佛弟子们在学佛中获得的真实受用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故事 今天我们来到嘉义地区 那我们今天请两位师姐呢 来跟大家做他们这多年来 在学佛上面的一些受用跟大家做分享 首先我们介绍第一位是我们的丽美师姐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丽莹师姐 主持人好大家好 丽美好多时间没有提到你了 听说你最近正在跟病魔来对抗当中 你非常地勇敢 但是我想请你跟我们分享 到底有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 能够让我们做到的 我们的丽莹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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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的时间呢 发生了这个病征 已经一年了 已经一年了 一开始 我完全就是 很认真地去面对自己一个人 就往医院去做检查 当做完检查 当下是没有任何报告的 但是那天刚好是星期五 晚上呢我就来了佛堂 见了感度人 人波切师傅 然后递了价子单 完全就是 心里面就是很平静 非常平静 然后我的 玉琪师姐 一直催促着我 跟我说你要认真去面对你这个身体的状况 这个不是小感冒 因为当时我家里面的人完全都还不知道状况 然后可以说是佛堂的师姐们陪我走过前面这个阶段 接下来医生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做检测 然后家人为我转到比较好的医疗场所去 开始做治疗了 做治疗的过程中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不相同 我还是跟着玉琪师姐去安养院 去做一些关怀的活动 完全身体上就是非常的轻松自在 我没有把它当成是癌症 我只是觉得我生病了 今天是因为我有文听佛陀说法 我知道人是无常 无时节以来我们就是一个夜暴之身 我是这么认为 所以我就非常坦然的去面对 然后慈悲的卡路任默契师傅一直在跟我说加油 然后师兄姐们见到我也一直跟我说加油 我非常感恩非常谢谢大家 因为有你们的功德回向 那个力量我收到了 也感恩今生可以闻听到无上圣声为妙佛法正法 今天若是我没有闻受法 我不会有正知证见 我一定很茫然 但是我没有 我自己也很觉得很作恶 我怎么可以这么勇敢 好像不是我的事情 对 大概状况就是这样 目前为止还是在跟她和平相处当中 谢谢丽美对我们的分享 她非常的勇敢 透过学博修行当中给大家很大的力量 希望她能够赶快的复理人 然后更多帮助对我的众生 接着我们来请丽音师姐来跟大家分享 据我们所知她在多年前 您也是过来人 您也曾经跟癌症来对抗当中 那过了这么多年 透过学博修行之中 我相信你有很多的信德 来鼓励着丽美也鼓励 跟大家做分享 那请丽音师姐来跟大家分享 其实可以做过这样的来观 就是因为我们都接触到了 南无第三次多减相夥的佛法 那佛佛就告诉我们 要像一瓶英国万事万元 都是因果造成的 所以我们就是要努力修行 那透过修行来改变消除自己的业力 那不要以为说你学佛修行了 就很平安了 就不会遇到困难了 当你遇到困难 或者是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 不要灰心 要努力修行 依靠着活力 然后依靠着佛法的力量 然后来消除这个业力 用通过你生活中的磨难 来消除这个业力 那你就会度过这个难关 同时因为你认真的修行 它就会受到活力的加持 然后你也会有正常 你遇到好的医师 来帮你解决这个困难 所以非常幸运可以接触到 南模第30波解枪活的佛法 那也希望大家多来公文 南模第30波解枪活的法 因为你一定会获益无穷 谢谢 哇 以上谢谢两位师姐 跟我们这样精彩的一个分享 那希望呢 更多的众生能够有缘 得闻正法 帮我们一起走入这个快乐的大家庭 谢谢你们今天两位 谢谢 谢谢